来看到高雄这位民众只因为压力太大 心情不好居然就随便乱砸车 高雄是男子区在短短8小时内 三辆车身受其害 这嫌犯先是用铁锤砸破车窗 再来把铁锤丢进车内掉头就走离开 当地民众是相当担心 警方逮到嫌犯之后 他说之所以会犯案 只是因为心情不好 让当地民众只摇头 穿着蓝色上衣的男子骑机车停在车辆旁 随手拿起置物格内的铁锤丢进车内 车窗应声破裂引起附近民众注意 我们还以为是楼上的小朋友丢东西下来 结果不是 男子光天化日下砸破车窗 还在现场稍微逗留才逃逸 接着又到不远处的其他两个地点犯案 奇怪的是每次都砸了车就跑 三起四小客车 车窗遭破坏 为损报案 为车内财户完好无缺 会不会觉得这样很恐怖 还是谁记得 会还是会 嫌犯八个小时内砸了三部车 被害车主都表示未与人结怨 监视器画面清楚地拍下车号 嫌犯身份也无所遁形 明显到案说明 为林兰称心情不好压力大 砸车事件发生在高雄南子区 民众担心社区安全 在社群互相提醒注意 警方在案发一天后逮捕嫌犯 民众也才安心 记者叶洪荣高雄报导